那依依是重要的 我谈恋爱的时候 谁都不能打扰我 我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要诚实地回答我 好 问吧 就是 就像夏总监说的那个样子 你在公司碰到我 真的会尴尬吗 分情况吗 比如 比如说有的时候呢 会有那么一点为难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就去跟程尚说 我以后在家里办公 这段时间我也要好好地想一下 其实咱们都有自己的工作 好不应该轻视你的梦想 所以呢 很开心我们两个可以继续做同事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该 谢谢唐总啊 怎么谢 又来 谁 谁这个手来挺好的 你骗我 我看到了 我真的扔了 那你把手伸出来 你看 那依依是重要的 我谈恋爱的时候 谁都不能打扰我 你把手伸出来 好 妈 你回来啦 我说你怎么不早 我说话我去接你啊 我告诉你 你让你男朋友开车去接我啊 你 都看到了 这是 是上次我在蓝人坊见到的那个男生吗 莫菲 你这次回国就是为了跟他见面啊 当然不是 我这是刚好放假回来帮朋友的忙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让妈妈见见他 这问题好 但我要先问一下他 你也知道了 他挺忙的呢 好了好了好了 我不贪你了啊 来跟妈妈讲讲 在巴黎的学习工作生活吧 挺好的 老师对我涉及的作品啊 都评价特别高 那说明我女儿不仅审美力超高 而且还很用功哦 但其实我之前设计的时候 总结没有什么灵魂 什么人都可以穿 直到我更多地接触了 中国的传统工艺和文化之后 我就发现我好像慢慢找到了一点方向 而且我的老师也很鼓励 让我用一些中国工艺去完成我的作品 如果你感觉你在设计上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那么就努力去做实现它 虽然国外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国风 接受度有限 但是现在 但环境好啊 你要多认识一些其他国家的设计师 这样对你以后大开眼界 大有帮助 妈 你一开始叫我出国留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可去可不去 反正总是要回来的 可这次去了之后我发现 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学上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扛不住了 但只要咬咬牙扛过学生 就特有成就感 学会协调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说得也是啊 其实我开始答应这样做助理的时候 觉得挺新鲜的 我最初就觉得当助理也没有什么难的 每天就和设计师在一起做做设计 挺好玩的 可是这两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让我忽然意识到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 是简单容易的 或许 贾希她说得对 职场 真的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在这场不仅要做设计 还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来打交道 可能 是我做错了吧 除了我自己的情感以外 我应该 都为其他人考虑着想 我应该都为你考虑的 你休想不过 你休想不过 许的愿望 要爱我很长 你愿进山的光 我都会藏藏 希望 能否拼你受过的伤 你幸福的伤 麻烦 加勒请坐吧 雪亮 别开心了 今天我们的会议内容 主要就是讨论 幻肯云园大秀的设计 公司上下对这次大秀非常重视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投入所有的心力 现在我们这边分别有 程杨的水色跟刘培的丹霞这两份设计 那就先用刘培老师介绍一下 你们所设计的丹霞系列 好 我们组在经过讨论之后 决定以丹霞地貌为理念 以此来做我们的设计主题 大家请看 丹霞地貌拥有高耸的山峰和幽深的峡谷 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有着 丰富色彩层次的红色斗牙 所以我们在色彩设计这方面 是从丹霞地貌中富有的灵感 服饰从整体的轮廓是西式的剪裁 用建筑感的风格 去展现丹霞这种雄浑的山帽形态 然后我们会拼接各种红色 来展现整体的服饰的层次感 以体现丹霞这种华丽的色彩机关 在此基础上 我们还用苏绣绣上湖泊和河流 来作为美丽的点缀 丹霞 你们组织进行得怎么样了 好 我们组这一次的设计主题名为水色 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名字 就能联想到中国的古典元素 水色的核心设计主题 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 泼墨 我们会用多次浸染和泼墨 像画画一样来制作我们的布料 我希望我们呈现出来的布料 涂出云雾 染成风雨 应心随意 宛如神强 那轮行和剪裁方面呢 你们怎么考虑的 剪裁方面我们想 参考中国古典的身衣 作为灵感来源 身衣会不会显得有点厚重啊 这点我们考虑过了 我们保留身衣的一部分特点 兼顾现代人的穿衣习惯 既有古典的韵味 又能展现现代女性那种 曼妙的身材 同时做到简明和清明 今天呢两个组的介绍都非常的精彩 通过今天早上之后 我对于咱们的幻彩云烟的发布会呢 又更加的有信心了 我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齐心协力 大家一起把明远示上 好 是不是太累了 没有 就是最近精神有点紧绷 我本来想说趁大家都不在 悄悄答应 结果你就出现了 要是那么累 就别工作了 回家吧 不行 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而且对我来说很重要 对你也很重要 好 虽然我不能成为你的左膀右臂 但是我也不能拖你后腿呀 怎么了 你真好 我说你这样很 很肉麻的哦 肉麻吗 我送你回家好吧 嗯 走吧 我把这个鞋 刚刚又没有抓到 也是 走吧 今天晚上上海的夜景真美的啊 晾南 很舒服吧 很舒服 你也不错 你不是什么 说你也是 你不是什么 有什么 你这是什么 是吗 我看你 是吗 我看你 你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你下来为止 喝了你多久啊 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狼狈啊 我说你找我什么事啊 唐明轩 唐明轩他就是个王八蛋 唐明轩他就是个王八蛋 你怎么 你怎么会喜欢他呢 你喝多了早点回去吧 我不想让你也被他伤害 莫菲 你不能喜欢他 为什么会喜欢他呢 莫菲 你怎么会不会被他伤害 他就是个王八蛋 今天还没想到他 他就是个王八蛋 他就是个王八蛋 喂 喂 这么晚了 打给我干吗 我刚才打给你 你为什么没见啊 我 我 我刚刚去洗漱 我们没有听到手机电话响 我现在还不想睡 你能陪我聊好点吗 怎么感觉你不开心 就是 就 就刚刚莫凡用我的洗面奶 没有给我盖上 你们两个怎么都像小孩子一样 总之我就是觉得很烦 那我怎么能哄你开心 给我讲个故事吧 我要听 小王子 等一下 你拿书讲给你听啊 开始吧 第二天呢 小王子又来了 最后再通过一个时间来 我里说 你 您是下午四点钟来的 从三点钟开始 我就开始感觉到幸福的自媒来 越接近四点钟 我越觉得幸福 到了四点钟 我 要做什么 我就心是明火做的 我做的 在这儿呢 哎呀 爸 真的没想到 米娅对我们这次服装大秀 如此地感兴趣 对于一个真正的服装 从业者来讲啊 服装面料工艺 这是他们最在意的 我相信通过这位 对于咱们并购书 也会非常地有帮助 我记得我以前问过你 宋唐对于你来说 究竟是什么 那时候的宋唐 是一个不得不增加业绩的服装系列 现在呢 现在的宋唐对于我而言 它不只是一个服装品牌 从绣管到设计 到整个的面料选材 我倾注了很多情感 宋唐自身也承载了 多种中国文化的传承使命 很好 你现在已经明白了 一个优秀的企业 它的终极价值就竟在哪儿 现在无论把什么事情交给你 我应该都是放心的 基本盗 Undo 好 employment 臂肯 明轩 我说你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呀 我说你刚刚跟程洋说什么了 好事啊 什么好事啊 反正从你回来以后啊 所有发生的一切 都是好事 那这么说的话 我是你的福星喽 那不只是我的福星 你对于我的生活 还有工作 你永远是我的动物 我说现在的上海天气还有点凉啊 冷吗 挺着 挺着 知道我会不会觉得很温暖啊 嗯 那我们就不回家了 在这里一直抱着你跑 不回家不是更冷吗 我抱着你就不冷了 嗯 还是有点冷的 你说本来是我要送你回家的 现在还是变成你送我回来了 送你回家刚好 酒也先来 姐夫 姐 我今天好冷啊 这种天气 我刚才路口还看到小情侣在那边轻轻抱抱 今天只有毛病吧 说明哪 我说你怎么穿这么点儿出来了 我去买吃的 你不要节食吗 我饿得都睡不着了 姐 你平时不是老拉着我陪你吃夜宵 怎么今天提醒我节食了 是不是我打扰你们了 你们继续 我先走了 我说你是不是讨打 姐夫 其实您下次不用送他 他也能安全回来 为什么呀 这也是什么意思啊 我胖 你不胖你瘦了很多了 行了 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 辛苦什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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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叶夫慢走啊 拜拜 走了回家 看 看 看 我说错话了 你家亲爱子怎么都不送你上去 下总监 我们三天前申请布料到今天还没有拿到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再等等吧 最近面料紧缺 等面料到货了 自然会有人通知你的 可是我刚刚看到 刘设计师的助理 拿了跟我们一样的面料 为什么我们没有 因为他们是提前申请的 可据我所知 他们是昨天申请的 我是不是应该跟你汇报 刘培每天的工作进度 才配得上你的特殊身份呢 我没有什么特殊身份 我希望的是可以公平对待 而且夏总监 您是设计总监 为什么总是跟一个设计师的 临时助理过不去呢 你什么态度 对于您的所作所为 我没办法尊重您 你来明远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们心知肚明 我来明远 就是帮朋友完成设计 说得好听 完成设计 你要是真的想做设计 何必来明远 做个设计师的临时助理呢 只要跟明轩说几句好话 她自然不会给你一个 太低的职位 我已经和你说过了 我来明远 是帮陈阳完成水色的设计 和唐总一点关系都没有 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 仗着自己年轻貌美有才华 就变得贪得无厌 但是在我这里 根本就是微不足道 既然真的这么微不足道的话 那夏总监 为什么三番五次地 想要把我 从唐总身边弄走 您不矛盾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明轩需要的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她肩上背负着多大的重任 她跟你在一起 完全就是浪费时间 我在这儿跟你理论 才是浪费我的时间 想嫁给明轩的人 从明远已经排到黄埔江了 我劝你识相一点 没想到夏总监 觉得女人的志愿就是结婚 嫁人 还真是蛮有趣的 你别在这儿跟我说什么大道理 除非你发誓 你没有这种想法 我为什么要跟你发誓啊 就算明天我就和唐总结婚了 那也是我的事情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需要向任何人 来交代这件事情 你们两个不吃饭 在这儿聊什么呢 我们在聊面料的事情呢 我现在就给采购部打电话 让他们把面料准备好 给你送过去 好 我先走了 莫菲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为什么要道歉啊 我刚刚有一些冲动 说的话 可能会对你 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夏总监 太为难你了 他自己也没讨到好 应该不算吧 那你明天 有没有打算嫁给我 什么 我刚才看了一下日历啊 明天是个好日子 万里无约 这样 再过三天 周六呢 咱们双方父母先见个面 然后周日去买套房子 下周三你确定一下宾客名单 下个月的这个时候 咱们来去办我们的婚礼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婚礼你应该喜欢这不是吧 我也喜欢 对了 婚纱是不是需要你自己来做 一个月的时间 会不会太仓促了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刚刚说的只不过是气话而已 可是我当真了怎么办 难得看到你说不出话的时候 你在骗我是不是 你就知道欺负我 我走了 我道歉还不行吗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我现在就回法国 不 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 我就回去 我不要夹当你和夏总监 之间受你们两个的气了 要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嗯 我跟你说你 你 你别来这一套 好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都要认真的 我会在这里 就知道你 你总喜欢傻傻的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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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公司影响吧 欢迎被别人看到了 看到了又怎么样了 我怎么这么大的 我都知道 走吧 带你去吃个饭 看你怎么表现吧 看我怎么表现 你都不想嫁给我 吃什么饭啊 你 我不饿了 你都那么胖了还吃药 我哪里胖 走 吃饭去 吃饭去吧